大家好,杨风 这两天,沙特阿拉伯拒签使用美元协议的消息 在全球社交网络广为流传 有人说,这是使用美元坍塌的征兆 然而,美国媒体却说,不是这么回事 也有媒体说,这是假新闻,fake news 甚至一些外媒还说,当初根本没有这样的协议 也因此没有所谓拒签的问题 沙特仍然坚持使用美元作为其使用结算的破币 这其中暗藏了一些玄机 我们不去争论当初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协议 不需要每一个新闻细节或是争论都去探讨 大家只要清楚知道 50年前,美国和沙特的确签订了协议 外界把这份协议的精神内容称之为 石油美元,patrol dollar 这是石油美元的由来 至于协议中是否使用了石油美元的字眼 我们不需要去争论 那只是一些美国媒体混淆视听的说法 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 拜登政府计划和沙特签署一份美沙安全协议 这则新闻的说法肯定是有的 因为从去年2023年6、7月开始 美国一直想要说服沙特和以色列建交 作为补偿 美国将确保沙特的国家安全 事实上 所谓的确保沙特的国家安全 实际上可以视为确保沙特王室的安全 这一点,我们先理解一下 当时,美方对外还极力宣称 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了 颇有制造一些国际声势的感觉 然而,10月7号 哈马斯武装力量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 打断了沙特和以色列兼地协议的谈判 当然,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协议也就泡汤了 但是,美国仍然不死心 大与冲突爆发后没多久 美国继续努力说服沙特 前阵子又传出了 沙特和美国即将签订安全协议的说法 这是美国高度关系的协议 已经和沙特谈判了一年了 美国为什么这么重视美沙安全协议呢? 非得要签下协议才觉得安心呢? 有几个理由 一,美国想要位在中东地区的外交颓势扳回一城 2023年3月,在北京的斡旋下 沙特和伊朗关系正常化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促成了中东地区 两大中派太系的虚拟派和失业派走向和解之路 美国历史感到不妙 如果放任此种趋势继续下去 北京的势力将会深入中东 而美国将会失去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性力量 拜登师傅总算看明白了 这几年,美国和沙特的关系不睦 先是美国开发出页岩油开采技术 不再那么需要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家的支持 也因此觉得不再那么需要使用美元了 作为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支撑 美国为此感到飘飘烂起来 觉得从此在全球地缘政治上 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不需要沙特的支持 不需要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支持 美国也因此对沙特轻慢起来 因此,美国此举就是要修复和沙特的关系 从而回复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性地位 2.美国需要维系中东地区的制衡政策 长久以来 美国利用以色列来制衡沙特 制衡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然后又利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 制衡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 美国这次一套接着一套 一个制衡接着一个 美国再从中扮演调节平衡者的角色 如此,美国将能够在中东地区 维系美国想要的均衡局面 然而,当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后 美国长久以来在中东地区 规划的力量均衡局面就被打破了 因此,拜登政府需要重新打造 以色列、沙特和伊朗这样的制衡关系 三,更重要的是 美国需要遏制中国在中东地区 日益茁壮的影响力 美国如果和沙特成功签订安全协议 之前规划的相互制衡关系 将能够重新建立 并且确保排除中国的影响力 这几年 北京顿促沙特以人民币作为 双方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 也将徒劳无功 如此 美国将能够成功阻止 中国在中东地区扩张影响力的努力 同样的,北京希望在沙特这边取得突破 在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人民币等方面 获得一个突破口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是沙特原油出口最大的买家 当然有资格要求沙特 以人民币作为部分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 中美两国的金融角力 在中东地区上演一场拔河比赛 不得不说 美国这个主意打得好 而且是对阵下药 只不过 目标虽然设定了 但并不表示 一定可以成功地达成目标 首先 美沙安全协议于去年 被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破坏了 破坏了美国的好事 其次 沙特就真的那么想要和美国签订新的安全协议吗? 有关这方面 我们得要客观地来评估 为什么传出消息 1970年 沙特和美国签订的协议 50年到期后 沙特不想要和美国签订新的协议呢? 因为沙特看清楚了现今的国际形势 第一 美国博战是全球唯一的主导性力量 有关这一点 不用来喷 不只是我们再说 美国本土也有一些人 有同样或类似的说法 也许只是我们说得早了一些 对沙特王室而言 很简单嘛 这不过是一个投资决定 沙特王室当初和美国签订协议的时候 也是一个投资决定 因为在这之前 以色列已经连续四次打赢了中东战争 盛世浩大 沙特身为阿拉伯国家的一员 得罪不起以色列 担忧以色列 此外 沙特是亡国统治 不是民主社会国家 很担心 哪一天 一个不小心 就被美国的颜色革命给割掉了 因此 沙特那时候决定抱美国的大腿 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投资决定 如今 眼看着美国逐渐失去全球性的主导力量 中国势力正在崛起 沙特王室想要分散投资 这也是正确的选择 这就像投资股票一样 举个例子 几年前 美国热门科技大国是放马 FANGMA Facebook Apple Netflix Google Microsoft 还有Amazon 投资人纷纷把大量的资金布局在这几只大股票 然而 这几年 英伟达 代号是NVDA 股票冒起了 投资人 把一部分的资金分散投资于英伟达 这是正常的投资决定 你能说 沙特王室做错了决定吗? 第二 中国是沙特石油最大的买家 最大买家 要求以人民币作为双方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 过分吗? 沙特可以不答应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双方的石油交易 同样的 中国也可以不买沙特的石油 现金石油市场是买方市场 多的是国家想要把石油销售给中国 中国不愁没有石油可买 但是 中国很有耐心的 等待沙特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交易的决定 但是 这份耐心并非是无限期无限长的时间 若是沙特迟迟不做决定 俄罗斯和一些国家都想要销售更多的石油给中国 这一点 沙特十分清楚 结合第一个原因 沙特不想和美国续签协议 也是很自然的表现 对沙特王室而言 也并非是不想要使用美元作为其主要的结算货币 沙特只是想增加一些选择 让出一些空间 使用其他国家货币作为结算货币 再者 沙特想要在经济上摆脱对石油出口的单一依赖 沙特拟定了2030年远景计划 为沙特经济转型 此一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 需要海外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投资 是 沙特需要美元 不会因为不跟美国签订新的协议 就不会使用美元了 沙特凭借这个说法 可以安抚美国 另一方面 沙特也需要人民币 需要中国大部分的投资和工业技术方面的支持和协助 因此 沙特会留出部分的空间 给人民币交易和结算 至于 这部分是多少呢? 这就是诀窍了 这是沙特的选择空间 所以 美国媒体没有什么好吵的 美媒没有说错 沙特并没有完全放弃美元交易 然而 如果美国媒体硬是说 沙特拒签新使用美元协议的消息 是假消息 除非沙特真的和美国签订了新的协议 否则 那就是自欺欺人 自我安慰 重点在这里 只要沙特不签订新的协议 即便沙特使用美元 作为对外销售石油 结算货币的比例高达99% 使用1% 使用人民币或是其他国家的货币 作为结算货币 对美国来说 仍然是败了 因为 这揭破了一个缺口 只要破了一个缺口 沙特在未来 使用其他货币的比例 很可能会提高 到底 这比例会是多少呢? 江湖说法 视情况而定 决定在我 这个视情况而定 足以让美国头疼 因为美元不再是沙特在石油交易的时候 唯一使用的货币 或许 当一些社交媒体说 美元将因此崩溃 是夸大了一些 但是 其影响的确很深远 当美元 不再是唯一的石油交易货币的时候 未来 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做一个结论 2023年初 我们说 该年是去梅化风潮的元年 既然是元年 那就表示 许多去梅化的现象将接踵而至 例如 2023年的东盟会议 决定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增加本币结算 下一波 去梅化的风潮 得要看今年的金砖峰会 不要忘了 俄罗斯是今年金砖峰会的主办国 或许会出现一些不寻常的措施和决定 最后一点 一些美国媒体对此做出了不少的解释 说什么 当初并没有石油美元的决议 开始翻讲历史了 又说 依照美国政府的数据 今年3月 沙特连续第8个月 增持美国国债 达1359亿美元 较上级增加了3.66% 如果美国媒体坚持这样的说法 想要掩耳盗铃 就随他们去吧 毕竟 2022年的时候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还坚称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无可动摇 没有任何挑战者 另外 再提个消息 2023年 中国和沙特签署了价值70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 作为促进两国货币贸易和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中的一部分 最新消息是 沙特加入了由中国主导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试点 这是全球使用贸易减少使用美元的右翼措施 沙特中央银行将成为Enbridge的项目的正式参与者 该项目是2021年由中国大陆、香港、泰国和阿联酋的中央银行 所发起的合作计划 去梅化一直在进行 2023年的去梅化风潮只是一个开端 当年风行的本币贸易结算是第一步 使用美元的坍塌是第二步 往后还未有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视频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